原标题 原代早早去世,但有一位少将从红军时期开始就几乎参加了共产党的所有战役,而且最后还活了106岁的高龄,这个人就是王茂全。 相比那些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的小红军,王茂全参军并不算道,他在20岁时和同村的六个伙伴一起上井冈山投奔红军,但最后只有他一个人闯入了战争的难关,其他的同乡都牺牲了。 所以,王茂全后面还接下了照顾那六位烈士家人的重担,并说这是自己应该做的。 王茂全能幸运地活下来,可不是因为他很少上战场,相反,他打过的仗比普通将领还要多。 在第一次反围角时就有王茂全的身影,他跟着同一方面军以少敌多,最后还升起了罗民党的师长张辉赞。 从这,时候起,王茂全就认定,红军是一支值得托付的军队,从此开始死心塌地地跟着红军干。 之后,几乎能叫得上名字的战役,王茂全都有参与,包括红军时期的五次反围角,纪空山战斗,强度大渡河等等,王茂全就是飞多隆定桥时冲着最前面的人。 进入抗战时期,平行官战斗,黄统领战斗,百团大战的参战名单上,也都有王茂全的名字。 时至解放战争时期,王茂全倒过太平宝,去过义满,打过张家口,战过隋远,解放过平津太原等等。 纵然是抗美援朝时期,王茂全也莫落下五次战役中的任何一个。 其中,强度大度和绝对是王茂全的高光时刻,当时带领突击队的人,名叫孙继仙,孙继仙和许人也,武功强过许时有,在湘江血战中,凭借两个拳头浴血奋战,突围后,整个身体都被敌人的鲜血染红,自己却毫发无伤。 这样的勇士挑选了十七位战士,作为出击队成员,其中就有王茂全。 最中靠着孙继仙和王茂全等人的冲锋,所谓天贤也被踏平,中央红军顺利渡过大渡河。 1955年授贤时,王茂全并未将贤,只是一个大孝,九年后,他晋升为少将。 按王茂全的战功,在1955受少将也无可厚非,但王茂全本人却不在乎,他觉得,自己能活下来已经十分幸运,军衔都是身外之物。 这种淡泊名利的气度,实在令人敬佩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